哈嘍大家好我是鱼 看到標題就應該知道我下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老實說我是真的觀望了很久 身邊有很多朋友在過去幾年都已經有做近視雷射了 那我有去問他們 他們是說基本上利大於弊 而這一次正好有個機會可以讓我跟我的眼鏡說掰掰 所以我也下定決心 要來體驗這個我已經看了無數次介紹影片的 SmilePro全非秒近視雷射 那我已經有預約諮詢檢查了 如果檢查當天的報告都沒有問題的話 當天就可以直接做手術啦 那我們就直接跳到檢查的那一天吧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了台北的跆拳眼科 那他們其實是一個連鎖體系 在台北、台中、彰化、雲林都有他們的診所 那這一次我到台北來是因為這邊是最新開幕的 然後也是引進了全新的機器 所以呢我就跑來這邊啦 那這一次我要做的是什麼要破這個雷射近視手術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是它單眼的雷射時間只要10秒鐘 那這個速度其實是蠻快的 我就想說萬一我會緊張的話 10秒鐘至少咻一下就過去了 應該是會對我來講好一點 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雷射的功率它其實是比較小的 可以減少我們在術後的水霧感 以及視力恢復的部分呢 可以比較快一點點 除此之外 它的傷口非常小 是屬於微創的 只有0.2到0.4公分 這可以降低我們角膜神經的傷害 然後讓我們的眼睛盡量減少乾涉的情況 所以呢這就是為什麼我要選擇SmilePro的原因啦 好啦那接下來我要去檢查了 希望能夠一切順利好好的完成這個手術 然後跟我的眼鏡說拜拜 好啦那我就等檢查吧 接下來我們就進行了一連串超級超級仔細的檢查 如果沒記錯的話應該檢查了兩個多小時吧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項目喔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有在完整的去解說整個手術過程 然後它術室之間的差別等等 也會根據檢查的結果 大概幫你分析一下 你在術後對眼睛可能會造成的影響有哪些 以及有哪些東西是你在手術前後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這些它都會再另外跟你說明喔 在這麼多的檢查裡面 其實有三個東西是特別重要的 像我現在在做的這個是 角膜內皮細胞的檢測 這台儀器它可以去檢測你的角膜內皮細胞數量 角膜內皮細胞數量必須要足夠 它才可以維持正常的功能 像是供應養分等等的 所以這個檢查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這個儀器是可以製作出角膜地形圖 它可以去看你角膜厚度的變化 也可以檢查你有沒有圓椎角膜之類的 那如果你的厚度不夠 或者是你有圓椎角膜的話 你有可能就沒有辦法去進行這個近似雷射手術喔 光是這個角膜地形圖 這一次就用了兩種儀器來做測試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近似雷射手術的一個大魔王喔 當這些檢查都做完之後 醫生還會再幫你做一次眼底的檢查 然後他也會跟你說明一下 剛剛前面做的那些檢查 它的數據分別是怎樣 然後這每一個檢查位的目的是什麼 那它可能會造成什麼影響 那像我這一次檢查下來啊 其實各個數據都還蠻不錯的 就是整體來講算是蠻適合動手術的 不過這一次檢查有發現 我的視網膜有一個小小的破洞 那醫生有使用雷射先幫我處理這個部分 畢竟跆拳那邊也是希望 我們的眼睛可以在一個OK的狀態之下 再來進行近似雷射手術喔 後面這裡就是等一下喔 要做手術的地方 然後它外面是電控玻璃 所以到時候是會關起來啦 只是說我們現在是可以看到裡面的 那因為裡面要控制無菌的環境嘛 所以呢裡面應該是不能拍攝啦 要換手術服了 開始有緊張感 所以你還是會緊張的嗎 畢竟第一次嘛 好啦接著我就穿上手術服 然後戴上手術帽 再來呢 醫生他其實在我閃光的地方 幫我做了一個記號 等一下可以把它閃光一併處理掉 接著呢 我們就進入手術室做手術啦 好 那我們就撤離結束了 那不要再會幫我翻譯 好 來 先坐下 感覺如何是甚麼 做完了然後 是雷射真的沒什麼感覺啊 然後就只要一直看著前面放空就好 超快的 然後我現在可以體驗到所謂的水霧感是什麼 我現在像是隔著那個 毛玻璃嗎 也沒有到毛玻璃那麼嚴重 但就是 你知道那種比較髒的L夾嗎 拿著的時候大概就是這樣 完全不會痛 那也沒有傷嗎 現在 現在也沒有啊 可是因為現在有麻藥 所以等一下回去 我應該會預防性的吃個止痛嘛 等一下麻藥退了 然後說回去要多睡 還好我最近睡眠不太足夠 趁這個機會多睡一下 不過這樣看起來 至少我已經覺得 雖然霧霧的 但是至少看你是清楚 現在就有了 雖然是霧霧的 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 它跟沒有戴眼鏡的那種霧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你人其實是清楚的 只是有一點霧這樣子 對對對 好快 它是馬上弄完就有效果了 對啊 可是現在就是還是 糊的啦 如果你要看太細的東西 沒辦法 但是至少看得出來 什麼東西在哪裡啊 燈啊什麼的 所以沒有問題 好開心喔 耶 以後不用戴眼鏡了 恭喜你 喔對了 他們有給我一個 術後護理包 基本上你做完手術之後 所有需要的東西都會在裡面 包含 透明跟遮陽用的護目鏡 眼藥水 人工淚液 棉花棒 也有防止你睡覺的時候 去揉眼睛的保護鏡等等 那他們都會非常仔細的跟你說明 這東西要怎麼用 以及他使用的時機是什麼時候 另外一方面 他們會把這些東西 裝在一個非常精美的手提袋裡面 讓你直接整袋提著就可以走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貼心喔 好啦 現在其實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段時間的恢復狀況和心得 所說完當天我們就到 我預定在診所斜對面的飯店 因為醫生有交代要多休息 所以我其實預防性的 吞了一顆止痛藥就去睡覺了 當然 睡覺前要黏上保護鏡 防止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無意識的去揉眼睛 當時是羽兒幫我黏的 帶大家來回顧一下當天的狀況 羽兒幫我貼好了 他旁邊笑成這樣 到底現在是長怎樣 很好笑嗎 笑成這樣 爽成這樣 那樣對嗎 其實醫生有說 第一天可能會有異物感 或者是會流眼淚之類的 不過我都沒有遇到 可能是因為我一到飯店 就直接去睡了的關係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到診所回診 有用儀器再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也有重新測定一下視力 兩眼都恢復到1.0樓 醫生也有再仔細幫我檢查一下 術後恢復的狀況 整個傷口都恢復的蠻不錯的 而且我的水霧感 也已經消退掉六七成了 那我就從幾個大家比較在意的層面 來分享一下心得 包含水霧感 夜間眩光 乾眼的狀況 還有手術之後多久能工作 搭飛機 以及我實際做完手術之後 有哪些我明顯感覺到的好處 不過還是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每個人的眼睛狀況不同 我是就我自己眼睛的狀況去做經驗分享 主要是給大家有個參考 先從水霧感開始 其實水霧感是消退的最快的 手術完隔天就大概剩下三成左右 一個禮拜左右就消的差不多了 這個部分我覺得對我的影響並不大 接著是夜間眩光 以我這次的經驗來說 前一個禮拜的眩光是比較嚴重的 雖然我第三天就開始在夜間開車了 基本上慢慢開都是還可以的 但是路牌可能會因為紅綠燈或路燈的影響 要看清楚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過在後來的第二週第三週 狀況是有慢慢改善的 目前我在夜間開車的感覺 跟手術之前是差不了太多的 不過這個也會跟每個人眼睛的瞳孔大小有關係 基本上透過一開始的諮詢檢查 就可以大概知道術後可能的眩光程度了 再來是乾眼的狀況 其實我在做諮詢檢查的時候 眼睛就已經是偏乾的那種了 可能是我已經乾習慣了 加上說後我有事沒事就點個人工淚液 所以倒是沒有特別不舒服的感覺 不過確實可以感受到眼睛有比較乾色 據說是前三個月會比較容易有乾眼的狀況 之後會慢慢的恢復 這個部分因為我也才過一個多月而已 醫生開的人工淚液跟眼藥水 我也還持續在點 所以可能要等未來再久一點 才有辦法分享心得給大家 另外也有很多人關心的是手術後多久能正常工作 我之前聽很多人說隔天就可以了 不過我自己在第二天打開電腦想剪影片的時候 發現比較小的字我是看不太清楚的 到第三天才勉強能看得出文字 所以我覺得能不能正常工作要看你的工作性質 如果你是要看近的或看小的東西 可能會需要幾天的恢復期 不過正常生活的話 確實是隔天就沒有問題了 甚至是看電視也都沒有問題 因為電視畢竟距離比較遠 字幕也比較大一點點 另外一方面 我剛好9月初飛了一趟日本 所以當時我做手術前有問醫生 做完手術之後多久可以搭飛機 醫生是說其實隔天看過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搭飛機了 所以這個部分倒是不必太擔心的 接下來分享一下做完手術之後的這段時間裡面 我感受到了哪些不用戴眼鏡的好處 首先是 終於可以直接戴太陽眼鏡了 以前要戴太陽眼鏡是真的挺麻煩的 要嘛就是要配有度數的太陽眼鏡 不然就是要戴隱形眼鏡 而現在我就可以隨意挑選自己喜歡的太陽眼鏡款式了 不過這邊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以前戴眼鏡可以透過鏡片的抗UV來阻擋紫外線 現在做完手術之後 眼鏡是直接面對陽光的 而紫外線對眼鏡的傷害其實非常嚴重 所以白天出門在外 能戴個太陽眼鏡其實對眼鏡會比較好喔 接著就是 洗澡的時候終於眼前是清楚的了 尤其是這日出國特別有感 以前都要超靠近的去看那些瓶瓶罐罐 才知道哪個是沐浴乳 哪個是洗髮乳 現在只要正常的看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不用再找眼鏡了 我之前實在是太長眼鏡拿下來之後亂放 結果自己就找不到眼鏡 加上近視的關係 所以要找到眼鏡就更加困難了 除此之外我也已經可以預期玩水的時候會方便很多 因為我之前去水上樂園都要戴有度數的挖鏡 那挖鏡一直戴著其實很不舒服 但是拿掉又看不清楚東西 而且說實話 有度數的挖鏡這個東西 戴著也只不過是稍微清楚一點 整個其實真的是超級麻煩的啦 所以下一次去玩水的話 應該就能夠有更好的遊玩體驗了 對了還有一個超級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錄影或拍照的時候 眼鏡是會反光的 那有時候為了要躲那個反光 你就很難瞧到一個很好的角度 所以拍出來的照片就會比較不好看 那現在不用戴眼鏡之後呢 就完全沒有這個困擾啦 那我除了手術隔天有回診之外 在一個禮拜跟一個月 我也都有回去回診 醫生都會再做一次檢查 然後確定你的恢復狀況是沒有問題的 除此之外也都會再開眼藥水 跟人工淚液給你 那下一次回診就是在術後三個月 那三個月之後其實就會相對穩定了啦 所以到時候就是如果眼睛真的有什麼狀況 才需要去回診了 那這一次在跆拳做Smile Pro的手術 從術前的諮詢一直到手術中 甚至是手術之後的回診 其實整個體驗都是非常不錯的 檢查都非常的仔細 醫生也非常的專業 所以整個下來其實都是非常安心的 所以我的眼睛到現在也真的都沒有什麼狀況 雖然說這個說法是有一點老套啦 不過真的要問我後悔什麼呢 我覺得真的就是後悔太晚去做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去跆拳眼科做完Smile Pro到現在的心得分享 也歡迎大家留言 自己覺得戴眼鏡有哪些麻煩的地方 或者是有問題想問也都可以留言 如果是我能回答的範圍 我會盡量回答你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是瑜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好呀 隨便 感谢观看